大家好 今天是中國情人節目 是呀 元宵佳節 沒錯 依然都是新青頭 希望繼續贏下去 今天繼續是新贏推介的Part 2 沒錯 先看這本 其實今集這本 故意在元宵推介 因為男女都喜歡的 就是多拉A夢 叫叮噹 就是叮噹 這本就是為什麼我會買 我比較少買布魯圖Casa的雜誌 但這本就是一個特別編集 就是整本都是講 我們所認知的叫叮噹 沒錯 那它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本很藝術性的一本書 令你有另一個角度去認識多拉A夢 即是你的作品 是的 你看到一開始已經有些設計 有些時裝 有些時裝 叮噹的配色 類似多拉A夢的一個Crossover 就是日本人很厲害 即是它把叮噹元素放進去 沒錯 有不同的創作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就是那個法寶袋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這些就是裝置藝術 江羽影 日本人很厲害 這些很有設計 江羽影的結合 顏色的對比 黃壯藍這些 都是主義多拉A夢的顏色 這是一個竹蜻蜓 聽聞是最多出場的法寶 差不多一集也有 對 然後就是Crossover 這些就是類似 不同的藝術家 不同的日本藝術家 村上龍 對 這朵花都出名 坦白說 我只是一般的村上龍 但這些很貴 當然我也知道香港有很多村上龍迷 希望多多包涵 我覺得他就過預了我 這個就是他的展覽 苗師也沒有去過 這個玩叮噹屋 叮噹屋 大人家屋 就是大家夢想小時候的屋 是 你知道香港就沒有可能 是複色的 沒錯 香港就沒有可能複色 這些是其他作品 帥仔的技安 帥仔版的技安 是 神奇小指 這輛車 這輛巴士 多拉萌 這些是有些展覽 是 有些展覽 這個苗師也沒有去過 我去過 它的原稿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膠紙痕 痕跡 一些marking 一些咪紙 就是當年寫畫的元素 因為咪紙很舊式 是連上去的 譬如有時候改對白 就連咪紙再去充飛 這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場景 加漫畫 它那個地方 學校、住的地方 遊樂場 大家都會記得遊樂場 但它這個漫畫化就是這樣 沒錯 極安唱歌的地方 其實這個世界都說命水 藤之不二雄 其實這兩位作家結合的東西 這位所創作的叮噹 就是零射熊 其實你沒有辦法 在七八十年代的叮噹 其實當時你可以想到 這麼多法寶 這麼科幻的橋墊放進去 而又這麼輕鬆 其實當年是很有創作力的能力 而且最關鍵的是 人物角色有一個代入感 你學校僅有一個 你僅有一個 你僅有一個牙齒底 認屍認屁 大紅怕事一定有 僅有一個妓安怕夾 僅有一個夢中情人靜儀 其實是把元素放進去 哪可以不成功 在你眼中你喜歡做 這個作品裏面的什麼人物 是不是牙刷仔最有錢 是 那就是牙刷仔 但我喜歡做大紅 我經常都跟人說 因為為什麼 你永遠會有叮噹在你身旁 但其實最後的結局 是不是叮噹是返回出來的 好像不是 如果是就很悲慘 好像不是 那些人是作的 還是其實大紅過身 叮噹之前就找回大紅 不斷重複這個故事 就是這個故事的主旨 這一幕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麼響往做大紅 就是永遠叮噹在你身旁 幫你排爛解憂 是的 但永遠都掌握不大 沒辦法 看你要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作品 令到有不同的反思的感覺 是 叫太郎 叫太郎 不知道裡面的真人 其實是不是幽靈 那些人說是 我真的忘記了 臨時想揭想知道 其實也揭不到 是的 不知道 實際小子 精彩 這套作品也不錯 我記得當時是阿士播的 是的 這是另一套作品 女主角的 等等 這本亦都沒有派家 外面都正在賣 而且它用了一隻很漂亮的紙去印 還有它做回 這些 賣賣咪指的電腦 很有感覺 還有這一本 真的不是非一本的雜誌 它有一本收藏性的特別編集 大家不要一眼看 這本是雜誌 其實這本很值得買 這本書只是1500日圓 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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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推介 好 第二本 第二本 也是近期推出的 35週年 Ped Labor 公式設定集 這本書是很厚的 很重 觀眾朋友要留意很重 很重手 如果要買回來也要留意 它會不會包運費 因為你今天拿來也挺重 是的 這本書是一本書套 進入了兩本很厚的書 是兩本的 分別是機器篇和人物篇 我們先介紹機器 機體 其實它是設定稿的一本全集 它有一點海報 一點彩圖 最初有些海報宣傳給大家看到 歷年的海報 作品的海報 也有很多套作品 這本書也挺漂亮的 很多作品 Ped Labor 這麼多年 它真人版也有拍過 是的 開始來了 來了 設定套 英格倫 你怎麼看這個作品 這套多年我真的有追看 那時候我已經是中學 鮮有地我會追看的其中一套動畫 為什麼 我覺得這套作品頗大人 而且頗好看 那時候我應該在 Form 2、 Form 3 寫實的 中學真的要追追兩套 因為它 星矢 和魔神用主 我猜不到 你喜歡Ped Labor 我們喜歡的那種寫實系 寫實感覺 寫實感覺 就是融入了社會 在警視廳 很有趣 你會覺得很適合 即使現在拍真人版也可以 如果再拍的話也可以 你覺得機器人和整個社會 沒有什麼違和感 不會老套的 不會的 不會的 大家不要看輕這些畫 為什麼有一批評 又喜歡儲設定這套的原因 就是它的線稿很漂亮 就是看這些 對 就是看你要什麼 譬如有些人說 全畫黑白 其實是看你要看什麼 看彩膏就未必適合 但看這些就OK 因為它是在拍攝的時候 一些資料的基礎 沒錯 譬如說這架車的哪個面 是怎樣 直升機 這些很難畫 真的比我也想畫 我記得當年我讀讀設計 我畫過這些設定資料層 但是 你必須要經過階段 是的 就是要學這些正面 側面 因為你的透視不漂亮 你畫出來就沒有意思 沒錯 沒錯 這本也是精彩的 喜歡設定的可以的 它有介紹 每個分鏡 一些線條 這本是超過200頁的 很厚的 所以也很厚重 你看它的紙都厚 是的 所以就是這本 如果你是喜歡看 看一些拉丫 真的看手畫的東西 看一些透視多漂亮 喜歡看手畫的東西 這本就是飽 另外就是人物編 人物編就是 就是每個角色 主角 你看到它是不同的表情 正面是怎樣 側面是怎樣 左側右側又怎樣 其實很難畫的 其實畫這些有其中的可能性 就是 你畫的樣子一模一樣 是困難的 極難的 極難的 因為你每次畫都不同 沒錯 力度不同 也有影響 沒錯 它的制服是怎樣 它變服的時候是怎樣 戴帽的時候是怎樣 這些所有的東西都很認真的 一套作品成不成功 就看這些 太田宮 這個人很衝動 經常是開槍 很人性的 很人性的 總之你覺得 身邊有一個人 對 對 肯定是 例如後藤 吃煙 這些很生活化 其實好體在志 是夠生活化 是 所以我喜歡這套寫實系的 機閒作品 還有它很難得 是先慢慢走 是 先有漫畫再做動畫 它有一個部署 還有當時的追看回憶 我都記得 是啊 即是一放學 很厲害 一批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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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買 你買兩大小 因為它一開始是OVA 嘩 貴到嘔 我不知道 我看電視版 因為電視版是再後期的 在OVA版的時候 沒有了 半個小時而已 那我70多 90年代70多元 不是開玩笑 不算很貴也不是便宜 是啊 現在幾百元 現在要 這本最重要是大家買回來 要切機 日本買 我都相信是便宜過香港買的 但極重 是 五千而已 六千而已 但是真的很重 最重要是看那個拍賣網 有沒有免運費 我就比較幸運 我買的那個拍賣網 是免運費的 通常這些 價錢不是貴 但是運費很便宜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第三本就是 其實就是 我最喜歡的畫家之一 安然兩和 安然兩和 這本是歷史畫部 近期推出的 正啊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接下來有一個展覽 還有就是它今年 應該推出到45周年 這本書我買回來便很期待 阿里安 正啊 因為很棒的作品 你喜歡嗎 我喜歡 它很興奮 阿里安我很喜歡 因為時代有機會 講阿里安 有機會 這些是它當年阿里安的畫 這本書是大集成了 安然老師的好幾套作品 的一個介紹 還有它可能是一個動畫師 出道 它的分鏡很順 很漂亮的 你看它的漫畫 你會發覺是很推進 很順暢的 很漂亮的 完全能表達到那個意思 沒錯 其實有時候看圖 你喜歡說什麼 會幫到你很多 有些東西畫幾套 你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又要文字交代 對 最經用文字交代 好像看小說那樣 那些就頑皮了 大國主 這套我就覺得我一般 我不會麻木 是我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大國主這些說一些古代的 我就一般 然後再揭 我們揭口一點 這本書真的是伸促速 很近期 這本書 應該是第三個作品 又不是這個型 是武神 都是一些古代的主題 這本好像較多古代的作品 你看它很流暢 你知道它做什麼 你知道它飛過來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它畫什麼 就算它有這個氣氛 它一定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個氣氛 會帶動你去看第二版 對 就像這些 它完全是自己畫的 沒有助理 一個人搞定 真的很厲害 很棒 很棒 這個是其中一個角色 而且它畫一些彩膏 也是很欺如其分的彩色 對比很漂亮 沒錯 那些氣氛很漂亮 即是無論彩色又或黑白都好 都可以表露到它的 還有另一套作品 安東 又是一些古代的 所以這段時間 安妍老師的漫畫作品 我就少看了 它有一段時間 有很多古代的作品 對 太多了 太密了 它連續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講魏滿洲 嗯 講滿洲國的 這部反而我想看 因為我挺喜歡那段歷史 那麼魏滿洲國 當年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段歷史 滿洲國 最近在看一套韓劇 叫《驚承怪物》 都有弄到一點 因為它那時候 也是融入了滿洲國 是的 二戰後 前紅柵 黃道之狗 又是類似那些 又是歷史背景的東西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作品 很棒 彩膏很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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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融合起來很漂亮 對 尤其是那種酸染 即是那些色彩化出去 色彩對比 很難控制 而且色彩都很強化 用了很多粉粉的形式 就像這些 你沒有經驗 你怎知道它散去哪裏 做得不好就很漂亮 沒錯 沒錯 這本書很精彩 很漂亮 也是那一句 這本書仍然正在賣 很貴的 香港也很貴 書國也很懂得開價 是否也買到的 超過五塊 香港也很貴 但這本書是很漂亮的 後面有我們最喜歡的高達 因為它曾經有一段時間 畫上高達 這套作品也有存在 精彩 它不只是重新畫 它亦有一點補原 一些橋段 令到你看的時候順暢 這本書很漂亮 也是那句 因為安然老師 今年年紀都大 現在都大 所以建一本 我盡量買一本 這本我強硬推介 見到買 不妨可以想想 這本4000日圓 但香港買好像聽聞 超過五塊錢 600塊錢 我建議 如果大家有預算問題 就上日本網 碰一下運氣 不是的 你加上運飯可能都貴 這本很精彩 好 今次彩蛋 彩蛋是甚麼 冷門一點 小倉雲槍 我想不是每個人都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是甚麼呢 就是類似我和Matthew 講過一集悼念三本二三 其實它是一位背景畫師 即是畫景的大師 即是畫很多動畫作品的背景 這個小倉雲槍 是場景 即是例如我們比較熟悉的工學機動隊 剛剛今天介紹過那本設定集的 機動警察Pack Labour的背景 這位老師小倉雲槍都有參與 他這本書叫做《光雨暗》 希望我沒有讀錯 一開始應該是工學的背景 很漂亮 這應該是作品工學 工學機動隊 是的 他的一些作品 《黃立宇宙君》也是他 其實背景對於一部動畫來說 是一個靈魂來的 因為你的背景做得不好 即使你的人物怎樣設定也好 意思都不大 是的 《黃立宇宙君》當年也曾經有一個話題作 但這套東西就不是很紅 很漂亮 《黃立宇宙君》的背景也是他 《機動警察Pack Labour》 也是他的作品 東京的地方 《黃立宇宙君》 是這樣的 挺漂亮的 看就漂亮 看就容易 畫就很難 是的 所以我們很喜歡 其實畫這些隨時難過畫人 一定 真的 這是另一套作品 《工學機動隊》 這套被譽為是 香港 經典 香港的景色 但我又不覺得沙巴烹到哪裏 你覺得有沒有看 很深 你有沒有看真人版 沒有 外國拍的那套 我覺得工學機動隊很深 這個景色 由底部看上司令 很漂亮 很難畫的 人浪 不是變成人浪 不是變成人浪 這景色很漂亮 漂亮 第二種味道 我都明白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存這些書 但我都希望藉著我們的節目 去推介給朋友 但這些景色 都是以前的日本景色 是 超和又可 或者現代也好 也有一種味道 老實說 你看得多都會厭 看其他東西 是啊 如果我們看書 眼界比較開闊 看一些電影作品的背景 我挺喜歡 開發這些作品去收藏 背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真的很重要 你沒有這個氣氛 如何融入故事 真的 你沒有氣氛 如何做到 這就是告訴你 如何畫 如何畫出來 以前的畫集很流行 就是草稿 然後的過程 都畫了很久 是人手畫的 人手畫 他這個年代一定是人手畫 現在是全部電腦 人手畫 精彩 這是一個對談 鄭秀 和他的一些對談 我認識我 不需要問 對談其實都很好看 這個我也挺推介的 小倉雲昌 就是今集的彩蛋 是一個背景師 動畫背景師 好 也是那句 元宵佳節 我們新星頭的新贏推介 Pub and Part 2 暫時完結 沒錯 也要說一些祝賀小話 希望元宵佳節 藍藍女女都 以後愛情路上都贏 贏在氣泡市 那我就有情人忠誠結束 大家都開心生活 好 下次再聊 拜拜